我的妈妈冯玉威 1948年出生于中国南方一个美丽又很出名的小城市 温州 要说起我妈妈的出生和小时候的故事 那可是一本书也写不完 妈妈毕业于浙江工艺美术学院 又进修深造于北京中央工艺美院 中央美术学院 出国前任职于温州工艺美术公司 一直从事着和艺术有关的工作 在我从小到大的印象中 妈妈就是一个爱美爱生活的艺术家 同时也是一位温柔善良又善尽果敢的典型温州女子 她是贤妻良母 也是事业成功的优秀女性 提起妈妈的名字 无论是长辈、亲戚、同事、朋友 无一不竖起大拇指 妈妈和同为艺术家的爸爸 五十多年的相识相爱 从国内到国外 共同扶持、进步和成长 他们相濡以沫的爱情故事 也让周围所有的人羡慕和称赞 虽然工作家庭繁忙劳累 但妈妈从来不曾放松对自己的要求 在我从小的记忆里 妈妈总是抽出时间画画写诗歌 她的好多篇诗歌散文作品 陆续发表在各大的杂志刊物上 她的美术作品更是多次荣获国际大奖 被国内外的博物馆收藏 妈妈如今已经年过七十 但一直不曾停下学习和成长的脚步 和爸爸一起 每天比根不断 以复复美妙的作品在她的手里诞生 同时妈妈也是对我影响最深的人 在我生命中的几次至暗时刻 都是妈妈第一个站在我身旁 安慰我、鼓励我 给予我最大的支持和勇气 而我的每一次进步和每一点点小小的成就 妈妈也总是第一个为我鼓掌和高兴的人 有人说一个女人可以影响一个家族的六代人 此话真的不假 我的妈妈就是这样的一个女人 以她的智慧和精神影响着我 也影响着我的下一代 希望我的女儿们也能和姥姥一样 成为最优秀的自己 并能够影响他人 今天借母亲节之际 我把这个视频献给我最爱的妈妈 感谢妈妈 祝母亲节快乐